曲姐昨天下午跟这个澳大利亚的女网友说 我说你们啊 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名誉元首 英国女王假崩了 你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大快人心呢 然后这网友说 哎呦 当时这个半夜啊 我这边是半夜 没看到 哎呀搜搜看啊 他说你看啊 这个谷歌的这个主页都已经灰色了 他说在你看来 这英国女王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却姐说啊 这不就是一个老贱逼老坏逼吗 他说啊 他的子女啊都不是很幸福的样子 这个哈利王子跟这个梅根 还脱离王室了是吧 然后呢 这个伊丽莎白呢 自己嫁给了什么表哥 好像是远房的表哥 菲利普亲王 这不也属于近亲结婚吗 菲姐就跟他说啊 我说啊 这个老妖婆干的话是多了 真的 这个老妖婆又败掉又爱掉 是吧 他老公呢 就搞破鞋 是吧 他还管不了 这不就是吗 你就是你 就菲姐发现啊 在这个男权世界 不管你的地位 你的阶层有多高 你的权力有多大 往往只要是你亲近 跟你有亲密关系的男性 你都是很难压制他的 如果你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 没有强大的自我意志的话 你是管不了你身边的男性的 往往是被你身边的男性 吸你的血压制你 欺负你 羞辱你 他老公啊 菲利普亲王 居然呢 把这个情妇 带着情妇一起跟他们去度假 三人行 跟女王 你说这个女人见不见啊 你说你有这么大的权利 你说你是不能把她羞乎呢 你还是不能把她给冷 打入冷宫呢 你还是不能把她怎么着呢 或让她出个意外的车祸 让她自然的死去 再找一个老公不就得了吗 这样的男人 你说你长得 他就觉得 人家长得帅 他老公好帅 这种老奸皮子 然后作为妈妈 她又没有好好教育儿子 儿子都被她宠坏了 你说那查尔斯 让她教育成什么呀 心里 心里都不正常 是吧 性格又古怪 这个 智商又低下 然后查尔斯王子 还要当什么英国国王 晚上呢 要这个继位啊 继位这个英国女王的这个位子 那你想想这英国的都摔落成什么样呢 是吧 这么一个这个老破鞋 当英国国王 那可笑不笑话吗 是吧 最基本上得让人尊重你是吧 你不能说你这是 人生有那么大的污点 是吧 然后呢 她呢 这个作为婆婆呢 她管理的也很差 她用了最差的这个印度的策略来对待她这个儿子的出轨外遇 然后儿媳妇来求助她 她无动于衷啊 就是袖手旁观 就是觉得那你就忍着吧 你你家就我们家你就忍着吧 你还想干嘛呢 是吧 然后呢 她作为啊 这个奶奶 又打压这个孙子媳妇 就是那个威廉王子的老婆 那个凯特王妃 让人专门针对人家 给人家设置了什么屈膝礼 你说这个老妖婆啊 就是为了折辱她 就是你是贫民啊 我们是贵族 我们是蓝血啊 你是个贱民啊 你就跟我们行屈膝礼 见到我们王室的人 就跟我们行屈膝礼 故意的要折辱她这个孙媳妇 你说这个老妖婆 恶毒不恶毒吧 坏不坏吧 贱不贱吧 她呢 你说这个老妖婆呢 你说你对待这个男性 你又没有管得住你老公 然后让老公骑你脖子上拉屎拉尿 然后呢 你反倒来 骑你这个儿媳妇 孙子媳妇 脖子上拉屎拉尿 为什么人家这个 梅根王妃要带着这个 她的孙子哈利 要逃出王室呢 性价比太低了 是吧 就你王室给她的那个 什么荣华富贵啊 都不够 她在那个王室里受的气 受到羞辱 感觉的还不舒服呢 是吧 人家梅根王妃本身就是 有事业成功 有职业 有自己的职场地位的 人是在这个好莱坞的 这个娱乐圈 人家是混过的 人家就你这应该是 为了你这个王室的这个头衔啊 这个我还要履行 这个王室的义务是吧 然后还要受这么多的气 这么多的羞辱 我觉得不划算吧 人不都是要衡栏利弊吗 为什么凯特王妃 她能忍下来 因为她在这个职场 她没有任何的成绩 她没有混过职场 她没有这样的自信 她唯一的职场就是王室 所以说呢 这个缺解想说啊 就说 如果说你没在职场 混过的这个人呢 你不要轻易的去否定什么 这个家庭妇女 大多数家庭妇女 都是在职场混过的 而且混的呢 不比你们这些啊 所谓的这个什么 职场女权 要混得差 你们这辈子可能都混不到 人家退出职场的那个位置上 不说别的 你们就是包括那些啊 就是国内的豆瓣女权啊 这个拼命的辱骂这个什么家庭主妇 把人骂特别难听 什么都有 那缺解想说啊 你们大概率是混不到 很多家庭主妇混到的那个份上 就是往往是这种混的不怎么样的 就是因为自己苦逼 自己要拉命 自己要拼命的拉磨 当那头驴 他才要骂人家 把这个磨给卸下来了 人家卸了套了 然后回家这个清闲过好日子去了 你说家庭主妇真的是你们骂一骂啊 人家就不要过 就放弃自己清闲日子呢 不是 其实就是你们自己是怨妇 是吧 你自己活得不爽 你看别人活得爽 你不爽 这种呢 也没必要是吧 如果是呢 就是那种什么样的家庭主妇 他比较容易妥协 那确实在考虑啊 就是你从来没混过职场的 这种家庭主妇是比较容易妥协 比较好拿捏的 他混过职场 而且他混得非常成功的 他就是厌倦职场了 他就是觉得 我怎么 我怎么活 怎么活一辈子 不是活呀 是吧 那我主要活得爽 活得轻松就行了吧 我为什么非要追求一个职场的成绩呢 是吧 这不傻逼吗 所以说缺姐 对这种国内的女权 和这个主流的女权意见也不同 为什么呢 你活也就活他妈这一百年是吧 你还有多少这个肩负的使命 你说要达到男权 靠着你职场的成绩 因为我看看在职场上 女性是被当成驴来使喊的 成绩是被男性 就不劳而后的男性 男同事或者男下级给抢夺的 你看看那些男领导 他们都把这个职称啊 把头衔 把功劳求不给男性 就是不给你女性 你看看这个武汉的这个抗疫啊 这个第一波的疫情 你看看那些女医护就往前冲啊 80%确实女性医护人员 结果呢 宣传的时候 挑了紧 里面紧剩的那几颗啊 男性 表彰他们 你说这样的职场 你混拉个屁啊 是吧 这还不如那时候在家呢 你就把你老公搞定 是吧 然后回家挥舞了小鞭子 去跟老公啊 去职场拉墨去 赚钱给你花 这过得也挺爽的 是吧 还有说到这个英国王室啊 就比较两代王妃啊 就是几代的王妃 丹娜王妃啊 肯定他这个 这做王妃来说是比较失败的 因为他太年轻了 太年轻啊 文化呢 水准呢 还有这个事业啊 认知啊都不够 心智不够成熟 一个是年轻 一个是心智 另外是文化 事业什么的 他经历的也少 所以呢 他就死磕啊 他就 他想不开啊 就想不开说 为什么我这样的付出 我全部的 最纯洁 一切 你看我的 运产价值啊 我的人生 我什么都奉献给你这个查尔斯了 这样你查尔斯就不珍惜 那这世界就是存在这样的 这样的现实 这么仓库 是吧 而且呢 丹安娜 原生家庭 非常不幸 是吧 还有后妈 什么的 丹安娜本人的性格 也有一定的缺险 比较任性 比较任性 就缺少了呢 能够支撑他任性的那些东西 那些资源 他没有 所以呢 他这一辈子是比较不幸的 然后凯特王妃呢 又吸取了 幸福不幸福呢 咱外人也很能说 还是用时间来证明吧 但是呢 英国女王这个女人 就代表了 就是那种封建时代 奴婢时代 就是等级社会 最腐朽 最落后的糟粕 她死了 说句话 确计就想说 大快人心 然后在 这个油网上的那个 西语的那个新闻频道里 这是评论区 确计 还跟他说 哎呀真的好 转好 死的好 死的好 这真的 他反映的全是人性的本恶 这个封建等级 收获得糟糕 人压喝人 人吃人 然后他自己 要见逼 要跪点他老公 他老公就那么为非做的 他都不敢 跟他老公 这个对抗 你说你有权利 有政治权利 你都不敢跟你这么一个 又没钱又没权的 这么一个臭屌丝 你都不能拿他怎么办 你就那么的 惯着他 是吧 这个傻逼女人真的是 又愚蠢又贱 还坏 这俩人居然活来 六十九十六 追随他老公而去 他要当他老公 忠实的那条走狗 老母狗 对这种女性 却也是一点尊重都没有 这种老女人 为什么呢 你压迫别人呢 然后你就为了成全你的败脚的那个邪教 你的迷信 你的宗教信仰 那个邪教的迷信 你就压迫这么多人 可不 这个老女人就该死 嘎巴的赶紧死了 真的大块人群 但是呢 他又把他这个儿子可能要 扶上位 他那个儿子查尔斯王哥 是又没财又没德 还没貌 什么都没有 就靠了血统 就让这么一个 义无是处的老屌子 当英国国王 那英国是注定衰落的 英国王社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卡尔斯有什么呀 就靠着血统 你看什么是封建的糟糕呢 这不是人暗牢分配 不说物尽其才 而是呢 凭借着血统 我凭借着继承 为什么这么多男性的网友们 这么得意 你看 他妈的我 我不用我自己努力 我不用好好表现 我就胀屌 几天不搓的臭屌 我就能够 这个心安理得的继承 我父母所有财产 我父母就得为我 偶心立血干到头地 我父母就得给我拉墨去 当我的驴 我吃到天生 我就吃到这个红领 你看我牛逼不牛逼 他认为这是他能力的一种表现 你看这封建 什么叫封建 这就叫封建 如果你是女性 你千万不要追随这种封建糟婆 因为这种封建糟婆 大概率的是吃你的 他不可能养你 你不要以为蹭他的 我蹭这个男人的光什么的 你想办法让男人给你所用 挥挥小鞭子 这是你的本事 你别想说我拜个屌 我供屌 我又供屌 吸血 有一个女王 要跟缺姐说 他妈 比缺姐大不了几次 你想70年生 他也就比缺姐大四次 你说这个女人 真的是爱了爱的不行了 具体的这个也不说了 缺姐就想说 如果说有这个听缺姐广播的 比缺姐年纪大着 这个大解决吧 如果说你们也有类似的 就是对男性莫名的这种 莫名其妙的 毫无来由的 毫无成因的 就是那种 疼爱呀 怜爱呀 崇拜呀 尊重呀 认可呀 宠溺呀 我劝你们赶紧的把这种 这种小别思想抛弃 真的 就是你们是招文道 息死可以 就是你不要以为是年过半百 再改变自己的思维很难 不难的 真的很容易的 人改变自己是最容易的 你改变不了别人 你最起码改变自己 最吃亏的就是你们这些爱屌的 败屌的这些老大妈妈了 到老的时候 你们就看着吧 就你们所疼爱的小吊子 没有一个到你们跟前伺候你们的 没有一个是给你们出钱的 你说你入这个败调邪教管什么用呢 是吧 这就想给老大姐们提点这个建议 提点意见 这个小网友妈妈就比缺点年轻的年轻女网友还能听得进啊 一听一点就透 他本身他没有受那么中毒啊 中这个男权的邪教的这个毒中的不是那么深啊 所以他听了就比较容易一点就透 他哪怕他不是很明白 他一点你跟他说一下 他马上就明白了 他能听得进啊 就是那种比缺点年纪大的 有些老大妈妈真的听不进 就像网友这个网友说他妈 哎呦 我说他妈你妈才比我大四岁 那小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玩的 可不大四岁可不跟缺点是一起玩的 思想就这样的这个僵化是吧 这么着的愚昧是吧 对自己毫无好处 只有百汉而无一例 说这种事你说你干得出来啊 那是不傻逼吗